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爱做梦的女孩 因为家境的原因 从小爸爸妈妈他们做生意失败 所以家境非常的辛苦 那自从我懂事以后 我就梦想着成为一个妇人 希望可以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过上一个不愁千华的日子 让他们可以更幸福一点生活 那之后呢 从懂事以后出入社会 我就开始不断地努力去工作 做了很多种的工作 之后来到新加坡以后 我就做了八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那在做家庭主妇生活的这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我一直 我的梦想一直有在 可是我找不到我梦想的所在的地方 可以经营我梦想的地方 那看着孩子们长大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但是静下心来的时候 就在想 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那爸爸妈妈以后的未来 我怎么要去可以照顾他们的生活 毕竟我是远嫁过来的 那不可以陪伴爸妈 甚至连生活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到他们 那在爱多美呢 我自己非常 我认为在爱多美想要成功的话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态 然后去用爱心去帮助你的伙伴们 还有就是怎么要学会如何把伙伴们 就是说建立于成功系统 带你的伙伴进入成功系统之后 听各位老师的分享 那每一位老师都有他们不同的经历 那每一个人其实他的感动点也不一样 学习建立系统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呢是我的父母跟孩子 他们都是我最爱的人 那关于父母呢 我一直都有提供给父母 大概六百块钱左右的保健品 一直给他们使用 那生活费呢 我希望从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都可以给他一千块的生活费 那爸爸呢是一个非常喜欢种花种草种菜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想在2020年底的时候 给他们买一套买一个房子 可以有一个院子的在中国 那他呢可以在那个院子里面 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可以在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啊 种一些菜之类的 这是我想用为父母做的 那我的孩子呢 我两个女儿一个是八岁一个是五岁 那我很想对我的孩子讲 宝贝 妈咪以前跟你们讲是希望你们可以做医生 做律师但是现在妈咪做爱多美了 做爱多美妈咪想跟你们讲 你只要你去做 你将来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好 哪怕是厨师也好 面脸师也好 或者是做画家也好 随便你都可以按照你想要做的去做 那因为妈妈做了爱多美 我有了自己的一个稳定式的被动式收入 那我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那不愁将来的 所以妈妈会在爱多美会努力 然后实现我们大家的我们全家人的梦想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的公益试验 那这个公益试验是我从十几岁开始 其实都都有一个梦想 想要去建一所希望小学 那以前这个梦想都被搁置了 那我现在做爱多美 我现在可以把这些梦想拿出来 因为我在这里是可以实现的 那我计划呢是在2020年底 希望在印尼呢先帮助一所资助一所小学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 在中国建一所 贫困山区里面建一所希望小学 那在2024年 我要在中国设立一个机构 它是专门帮助一些妇女儿童 心理健康的一个机构 这是我跟我最好的姐妹一起的梦想 所以这个梦想我将来一定要实现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计划 有准备的去做的话就比较容易成功 那没有准备的话可能就容易失败 那我们的人生规划 其实就是在让我们写下 我们三年五年之后 你想要过的人生 那这本书人生规划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它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法书 你写下什么 你再过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你再翻开它的时候 它真的神奇般的都实现了 所以我恳气地建议大家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赶赶地写下来 这就是你三年五年之后 你可以实现的梦想 大家加油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刚才视频里面美不美 我看到我简直是我激动 我好激动哦 因为在2017年4月的时候 当时的我是一个很迷茫的我 当时的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坐在那边的那个位置上 第二排还是第三排的位置上 那个时候的我 很迷茫 然后我不知道我在新加坡 我能做什么 我将来我怎么去带我的孩子 我怎么给他未来 我充满了迷茫 那个时候也是老师介绍我 爱多美的时候 是让我在黑暗中 那个感觉就是在黑暗中 迷茫中你看到了一丝一点的光芒 那个光芒很小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可以成功 然后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讲的一句话 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面 他说我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得到 哎呀 抱歉 我不要这样 现在说回我两年之后的我 今天我可以想告诉大家 我可以很任性了 我可以很任性地 给我爸妈多少钱 我随意 我想什么时候看我爸妈 我随意可以过去看他们 我想给我孩子什么样的人生 我全部都可以帮他做到 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爱多美 在两年的时间 我认定了爱多美 我认可 我相信了爱多美 所以我两年时间 我全力以赴做到的 哎呀 刚才我在台下 跟自己说过几千次了 不可以流眼泪 对不起 我很感恩 在两年的时间里 我那个时候我相信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是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刚才我们都有听到 公司介绍 然后还有奖金制度 所有所有的一切 对吗 这一些我相信大家 自己心里都有底了 爱多美这个公司 可不可靠 可不可靠 对 可靠 那还有就是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位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相信你自己 大家可以做到相信自己吧 你可以不相信别人 你要相信自己好不好 相信你自己 在爱多美 你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那我在这个两年的时间 我是如何在爱多美走到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人生规划 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这本人生规划是什么呢 它是我当时 我当时遇到爱多美的感觉就是 除了在爱多美看到希望之外 我感觉那个时候寸步难行的我 来到异国生活在这里 寸步难行 那那个时候 爱多美的出现 好像给了我一双翅膀在那里 它在我的身上 那我有了这双翅膀我要飞 那我是不是要有个目标呢 对不对 所以我的目标就在这里 这个是大家 你有了爱多美 你在这里 你知道在这里可以获得成功 那你需要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里就是我的目标和方向 那我当下4月份 2017年4月份 我第一次参加成功学院的时候 我听董事长的话 敢敢地 敢敢地写下我所有的梦想 当时我觉得那是一个奢望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我当时敢敢地写下了我 一年 三年 五年后的梦想 可是现在哦 它里面神奇般的 每一个在一年里面 我三个月上萧州大师 六个月上自动 上钻石 七个月 然后一年之内上玫瑰大师 还有就是我给父母所要做到的东西 我一个一个地实现了 所以我真的恳切大家 一定要把这个人生规划写好 你要问自己 你最爱的人是谁 你现在是谁 三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 你想为你的父母做什么 你想为你的孩子做什么 你希望你接下来的人生 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你要好好的问自己 好好的去 把他们敢敢地写下来 在这里面你可以写下 我给我自己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 因为刚才有领袖说 想要知道我什么时候 想要上尊王大师 所以我就在这里公布一下 我在这里公布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见证 因为之前的我 现在我所设定的梦想已经实现 接下来的梦想 我也一定要全部都实现 2019年底之前 我要上星光大师 2020年底 皇家大师 2021年底 王冠大师 尊王大师的话 前提是中国开放的话 明年开放的话 我要在2023年上尊王大师 在爱多美就是要有勇气 敢敢地把你的梦想写出来 写出来了 它真的很神奇般地 一个一个去实现 不要管说 你不要迟疑 爱多美就是你相信 它就神奇般地就实现了 这个是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成功的人士 在第一排的领袖们 我们都已经见证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需要的 就是相信 然后写下你的目标 把你的目标 写得越清晰越好 大家写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清晰一点 把有时间 有地点 然后你是想要 变成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房子 不要说我 我将来我要买一套房子 这个是在你遇到 爱多美之前的梦想 那个梦想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在爱多美 我们 你要写 在爱多美遇到的时候 你要怎么写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 我把我的分享给大家 2020年6月 买一套 120平方的公寓 大约价钱150万 大家要这样子写好吗 越详细越好 这个你写得越详细 就像我们找去一个地址 一个位置一样 你把门牌写清楚 街道都写清楚了 你是不是更容易找到那个位置 所以大家赶赶地把梦想写清楚 写在上面 还有就是今天不是说 你写到这个梦想 就一辈子 这个就是你的梦想 不要去 不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写下来 你可以在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再去做调整 跟你当时的状况 再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的 所以我这本人生规划 现在看起来其实有一点旧了 因为这本人生规划 是我每一次我出国 我不管去到哪里 我都会带在身边的 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 我伙伴的梦想 今天来了很多 我们印尼的伙伴 我印尼我要去 帮助一个小学 这也是想跟他们 一起去实现的梦想 所以这本人生规划 是我随时都带在身边的宝贝 因为我三年后的人生 五年后的人生就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 在爱多美已经改变人生 今天我相信 刚才看到很多很多新朋友 来到这里 我希望可以更多人 在这里改变我们未来 三年后五年后的人生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爱多美 获得财富 获得你想要的均衡人生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